哈囉 大家好 那我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種 太放鬆的生活態度 那是我這一兩年來 就是過生活的一種種方式和一些 那我想介紹是 究竟是什麼影響了我 什麼樣的觀念 把我從一個非常非常交流的人 變成一個可以太放鬆 用一個很輕鬆自在的方式去面對生活 各種你說是好或壞的一種挑戰這樣子 那我的粉品名字我叫Sindy 那我的品名字是太放鬆 我本身呢有在寫部落格 所以我的部落格叫一個太放鬆的小世界 那我其實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今年四月開始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其實沒有非常一個完整的想法 但是我就是想做 那我開始有了粉絲業以後 我就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 不是我的朋友的人加進來 我都覺得很奇怪 你們進來幹嘛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我就是其實分享一些生活上 我的體驗我的短語這樣子 算是有一點鼓勵性的東西 或者是我的體會這樣 那我寫的東西主要是心靈上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於研究這一塊有沒有 我一點點了解這樣子 我就是我沒有實際去上課任何的研究課程 我是看書 我是在市面上看到任何一種書 我就是拿來看 那我們自己在看了三次以後 我們自己有一些體驗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把它分享出來 和大家做一個就是可能對話 對談 從生命當中去學習體驗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我自己本身在大學 其實我是單疆法文系列的 那我可能在這四年來說 事實上五年了 我有演員 然後我這五年來說 你說我法語學了多少 我可能真的到現在我還真的不太會說 但是我覺得我在這五年來中 學到我們最重要的東西是觀念 我們的教授交給我們很多很有趣的想法 他讓我們一次一次自己突破自己的想法 那有一次我們上門學史課 第一堂課教授 首先在黑板上面有寫一個認字 那時候我們幫他講說 認字 然後他講說 所有的事情一切開始都是愛人人 他說所有的價值觀、所有的觀點 都是由人去定義的 所以我就是想說很有趣 他說 他就問同學說 幫我定義好人 幫我定義壞人 那你的好人、壞人 每個人都有各種不同的定義 他就說 他甚至是用天空來說 就是可能今天心情很好 就去看天空 我就覺得 今天天空超級美 非常漂亮 我好喜歡 可是我今天可能遇到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那我出去 天空還是一樣藍 太陽還是在 可是你心情不一樣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來自於你的 你的心、你的頭腦 你自己去對於事物 你怎麼去看 你怎麼去定義 那這可以衍生到很多 因為這是非常基本的觀念 那它可以衍生到一個社會價值觀的東西 就是說今天有最簡單的定義就是 成功與失敗 那你可能你做一件事情 父母問你說 那你有辦法成功嗎? 你有辦法 那失敗怎麼辦? 那中間你就要去思考 什麼叫做成功 什麼叫做失敗 這些東西 你就是要為了自己而活 還是你要活在社會的價值觀裡面 活在別人給你的框架裡面 這件事情是我今天想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然後下一個就是我自己在粉絲頁上面分享的 然後這張照片是我自己拍的 就是說一個一朵花的存在 不會因為他人的定義而改變他的存在 花就是只是存在在那邊 而你又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待它呢? 那所以我就告訴他說技術是你才為他下平民 而自然漫無依舊只是以他的形式去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我自己本身其實是非常愛閱讀 那最主要閱讀的方面其實最主要是往心靈類別方式 或者小說也是有涉獵 但是我主要都是看不到心靈類別的書籍 那當中我得到的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念是正面思考以及負面想法 還有一個關於是全然的愛 那關於正面思考以負面想法是這幾年大家非常非常熱門的一個話題 那每個人都會說我生活要非常的正面不可以抱怨 不可以對生活有不好的想法那樣不可以 那你一定要很正面積極很努力 才可以在這個生活當中能得到一些什麼 那其實我很多時候看到我關於一些朋友的分享 或甚至是我的粉絲頁上面的朋友留言 我其實心裡都有點小小的心疼這樣說好了 我覺得因為其實我們人在生命當中一定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曾經我們被人家欺負啊受傷害啊 或甚至你的家庭等等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家暴家庭生活下來的小孩 那我有很多很多的負面想法 是在過去的時候我非常的辛苦我掙扎 那我那時候看到一本書叫秘密 The Secret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他裡面講是非常正面的想法 非常positive 那時候讀到本書我就會這麼多了 我就每天都要求自己很正面很正面 然後就是怎麼樣怎麼樣照他裡面說 哇我可以我可以這種樂透啊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我發現咦 因為我那時候我後來就去澳洲打工度這樣一年 那一年當中我的生活是工作而已 我每天都要求自己很這樣子熱工作 可是我發現我一點都不快一點都不開心 每一年在可能我的晚上或是我下班以後 我有一些心理的想法我就會浮現 那我的情緒還是可能跟以前一樣不是很穩定 那我就看到了一本書 他就說你要去覺察自己的療癒點 簡單來說就是你要去用心去觀察 感受你自己在心裡的那個問題點 然後你要去感受他 要勇敢一點不要害怕去面對他 那我這幾年的感覺是 當你可以療癒這個點以後 你面對他 你處理他 最後你放下他 就是說你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學習到了 可以 不要再責怪自己 不要再責怪世界 不要再責怪家人 一切來的都是有原因的 那大家要去可能去更跳躍 創意一點去相信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我想說是 關於這個想法是 你要去跳脫兩極化的思考 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這個世界就是以正面跟負面 兩元化的世界來組成的 所有事情都好壞 沒錯 成功失敗 非常簡單的想法 全部都有這些東西 那你怎麼可以在生活中去跳脫 當你可以意識到有這兩個東西以後 你怎麼去跳脫 就是說 玩創意嘛 在場都有一些創意的人 我們就用創意去面對 生活的每一刻這樣子 那下面這件事情呢 是談無條件的愛 我在療癒自己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很多 我覺得自己很不好的地方 那我那時候覺得很痛苦 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書當中還有很多的人分享是說 也就是無條件的愛自己 那我想在現場讓大家玩意 也不算小遊戲啦 就是用30秒時間 讓我想一下你的優點 你就數一下就好 30秒時間 是女生 影響完了嗎 這麼快 是女生 啊 這什麼 是女生 是女生 怎麼說優點 優點自己啊 優點自己 好 我說自己 你們的各位 自己的優點 去想一下30秒時間 很時間可以感 那你在這個過程中心裡去感覺 你對自己優點的感覺 那我想要隨便問一個人好嗎 你對自己優點的感覺是什麼 還有自信 好 很快的 那缺點 大家幫我們也是快速的 游來一下感覺自己 一下自己的缺點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時間有點趕 我想要告訴大家其實是 對於自己的缺點 你要去思考 是別人告訴你 他是缺點 還是是你自己認為是自己的缺點 那這個價值觀 從剛剛我剛剛講的那個人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重新思考 那最重要的是 不管他是優點還是缺點 你要去愛自己的全部 一切 不管你說 你說你長的黑 你長的白 你不喜歡 你就去愛他吧 這就是你啊 那 從這個可以衍生到 你去愛一切世界的萬物 是去愛這個宇宙 因為 你可能覺得這個花很醜 你可能覺得很美 可是你就是去愛這個宇宙 那漸漸的 我在這個生活當中 會感覺到一些不同的變化 那如果大家對這種 靈修的課程覺得有些 或是書有興趣 大家可以去看作家裡新品的書 他是算是中文裡面 寫的非常的簡單易懂的書 拿去聊一些 這是靈修的東西 那從大家的生活 到最後講一個東西是 我那時候在 博士我去搭熱氣球 那我飛到一個很高空的時候 我想起那個作家說的話 是你要用很宏觀的角度 去看你人生的每一刻 有的時候當下你的爭執等等的 你往上跳了以後 你還會覺得那個東西 還是很在乎的嗎 你還會覺得這件事情是很不好的嗎 你要更宏觀的角度 更有創意的方式去過你的人生 然後 不好意思 可以再一個一分鐘嗎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我發現我自己的新天賦 其實我過去是一個非常的 活潑外向的人 我是坐不住的 然後我是帶活動啊 帶領隊等等出身的一個 在大學的時候這樣子的人 那我這一年來就 我發現我自己開始可以寫作 那甚至是可能我跟你的對話當中 我可以感覺到你需要被療癒的一個點 它是不是問題對你而言 你是繼續去感覺 但是對我而言它不是一個問題 它不是壞的地方 那只是你在這個生命當中 你必須要去面對 然後面對它 處理它 放下它的一個東西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配上我的Program 或者是這是Facebook Oops 然後也可以看 一個太緩衝的小時間 那最後一句話就是 享受人真的一切 然後還好